有了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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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說幾句 好 立場新聞官 你站去推介 讓我給我現香的地方 先夾 立場新聞觀眾大家好 這裡就是旺角支聯會的六四紀念館的現場 早前一度被警方有一個搜查和封鎖的行動 但昨天警方可以解封 現場支聯會公司被蔬菜要槍都在 都可以跟我們講講的情況 看來當我們重新可以進入磊雪紀念館之後 都發覺裡裡外外都幾多和以前很不同的東西 其實就算在外面都見到一個閉路電視都被人搜查了 最緊要就是看看情況就是 這個都駁回都不知用不用到 主要就是上面都要爛了 但我想更加嚴重就是看看 我們一個以外的玻璃門 看來當時似乎國安處要進入去的時候 因為沒有那個密碼 可能它要透過拆門 某個部分才可以進入到 這裏都是有一些玻璃碎片 現在都還是在地上 我們可能進去 看一看情況 事實上如果大家看看這裏附近的一些閉路電視 都是被人封了的 那整個可能那個 對港系統這些東西都拆爛了 就不用得了 相信是警方那天來搜查的時候 都應該是 之前是元老母的 那大家看看我們 原本的館 感覺就似乎都可以搬的東西 除了剩下那些傢俬 桌桌等等之外 就很多東西都搬走了 這個櫃本來是一個 是有些紀念品的 包括是民主女神像 可能有些書籍 還有一些T恤 連他一擺出來之外 下面那些櫃的存貨 都已經沒有了 海面上的電腦 我們在工作室裏面 其實都有些手材電腦 我們發覺是沒有了 這裏面現在都幾混亂 裏面可能都有被人翻過的痕跡 有些手材電腦是沒有了 有些手材電腦是沒有了 剩下的電腦屏幕在這裏 剩下的電腦屏幕在這裏 即是主機那些都拿走 主機都拿走 主機都拿走 你見到展覽區的所有展覽 的東西 無論是 展覽的資料 你見到都已經是沒有了 這個本身應該是一個所謂時間軸 包括是關於八九民運的期間 資料 這個其實中間都是擺放了不同的展覽 的資料都是 資料清走了 剩下一些相關的背幕 我們也要看一看 而且其實也都 本來這個管在這個區域 我們有很多書籍的 所謂查證 都是可能是雜誌相關的 只剩下一些類似目錄, 譬如中共官方立場刊物, 都拿了,這個… 這些參考資料是否有些都是一盆便宜的? 其實這個裏面有些書, 我想都跟北京民運六四都有些關聯的, 我們都要點算一下, 其實有部份可能我們只有一半, 因為這部份不是一個售賣的地方, 我們純粹是可以給來新官的人 是可以看一看書籍, 還有一些可能是資料店出版物, 這些現在全部都沒有了, 至於我們還有沒有其他的存量, 這個都需要再去點算, 這奉場我記得, 其實應該是展了我們過去三十年的, 每年六四的維園燭光悼念集會的情況, 還有這裡有一個, 現在就拆開了, 看到外面的, 應該是當時我們封了一個展版, 就是過去三十年的, 每年的六四燭光悼念集會的參議人數, 都是, 那個展版他們拆了, 可能他因為拆了一大一制, 連背後的版都拆了, 所以現在就變成看到外面了。 看到這些展版, 即是關於六四萬, 可能照片都被人拆了, 你自己心情是怎樣的? 其實我想現在整個款, 面目全非, 都是很悲傷的, 我亦都想像不到為什麼, 是需要完全拆了這些東西, 即是說就算他說要做一些取證, 其實今時今日可能你只要拍到一些, 無論是相片或者是影片, 都應該是可以的, 我們真的想像不到為什麼要拆了所有東西, 去搬走, 甚至我們, 我們看到, 連我們有個是司徒華先生, 華叔的一個, 的紙板的人像, 那個漫畫, 都搬走了, 這個就真是更加… 我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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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就,他很多東西都拆了,這裏有一位模特兒,本來應該是有一件六四的T恤,都拿走了, 其他那套褲可能因為沒有轉轉席,所以就留在這裏,我們都看一看, 原本這裏是一個文脈的指揮,不過事實上本來本來的館在今年六月初已經是食環處以為, 我們是沒有拿公眾藥場所牌照,所以已經是我們沒有再開放館了, 所以原有的文脈因為要做一個好些的保存,就已經在早前遷移了, 不過原本在牆壁有些介紹的,那些的資料都拆走了, 就是本來黏在牆壁? 是的,這裏看到的那些痕跡,就是原本在牆壁會介紹到底文脈是什麽, 有什麽歷史,但是都拆走了, 有什麽歷史,我這裏有什麽歷史,我這裏有什麽歷史,我這裏有什麽歷史, 那當然其他因爲這件事的宣傳,他們是被拘留, 跟著被檢控的,都好像是判過刑那樣, 就輾轉就有一瓶酒送給資料,在這裏都是展出, 不過這些酒似乎是沒有被拿走, 是唯一在這裏,暫時都是,可以定一下, 這個子彈原本應該是有一位,當時六四是, 是的,前面有子彈穿了頭的情況, 這個應該都不是一個實彈, 是一個實彈來的,就純粹是一個, 即是,即是,我們早前,因為要保存得比較好些, 就已經是搬走了, 其實現場都有比較靈略, 其實是否可以想像當時警方的搜查都是幾徹底? 看來都是非常徹底, 還有似乎都是有理無理, 是將他們覺得可以拿走的東西能夠拿走, 這些包括裏面可能都擺放了一些行物, 都沒有了, 一本櫃裏面可能都有些行物資料, 是的, 都想問多一點, 現在目前這裏解封了, 再試試看, 下一步是應該要收拾, 其實下一步是應該要收拾, 因為下一步是應該要收拾 現在無論如何都要預先做一個簡單的執政好地方 開會員大會 往後就要看一看會員大會的討論和議決的結果 再看日後有些甚麼要跟進 講回早一點警方有何時通知你可以去解封 或者他有沒有解釋到為何可以解封 據我們所了解這個本身從來沒有被一個凍結的資產 在今年9月9日警方只是說要辦案上來搜查 以及帶走他們認為可能跟案件有關的資料 之後純粹是因為要保障 因為他都弄爛了門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支聯會當然是有權要求警方解鎖 去拿回一個地方 這裡在過去一個多星期都是跟警方一直有聯絡交涉 所以在9月20日星期一終於處理好有關的程序之後 警方是來解鎖 所以我們就可以重新進入這個紀念館去處理回律 但是你自己判斷未來會有機會繼續開放有一個展覽關於六四 或者六四的記憶大家可以保存或者能機起處呢 這個我想在現階段都可以這樣講比較困難去回答 因為過去這段時間確實都面對各種的困難 包括管是看來現在是不容易是繼續好像以前的會式是去開放 支聯會本身亦都現在是面對各種的困難甚至有些官司 所以事實上支聯會常委會已經是決定是要啟動一個解散的程序 這個我想結果如何是有待9月25日的特別會員大會 各個成員團體的決定 再看看有沒有什麼未來的跟進的情況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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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給你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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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現在呢 就剛剛我們聽了蔡耀昌的 就是來到六四紀念館看看情況 其實記者看到現場情況都比較混亂 其實很多的物資都已經是被警方拿走了的 但是究竟是會解散啦 還是會會 還是會 運作呢 其實都要再看回會員大會的那個議決是怎樣 那立場稍後都會有報道去跟進回的 那大家都可以再留意 那就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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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